中環對話錄 中環對話錄 主持 黃筆 賴程 今天是星期二 多謝大家又收聽中環對話錄 有賴程 我和 星期二的上客 何敏傑 最近有個 最新公佈 2011年人口 結果慢慢就出來了 有報紙 報道 過去 這個應該是他做的 是他講的 過去十年香港人的居住質素 沒有改變 不知道什麼叫沒有改變 這個世界每天都在變 生活質素 停留不變 或者是這麼說 每個家庭的平均 家庭居住 3.3個廳房 他的解讀就是一房兩廳 跟十年前是相約的 同期 私房的租金升 18.6% 他的意思就是 租金升了 我住的地方 沒有大道 這樣 如果你沒有看清楚 你就真的以為 就是一個語言的藝術 究竟是不是 我們這集 要探討一下 何敏傑 是不是我們 看第一段 他的數字 是不是我們香港人的居住質素 未有改變 但是一個題目就是 港人居住質素十年無改善 那 何敏傑 認不認同呢 這個統計 是由政府部門 統計處去做的 統計處就是公營的部門 香港就出名的 這些公營部門就是技工文化 就是他做一件事 就好像當自己是技工 賭武 賭武 填鴨色教育底下的技工 你要我看一下 香港的生活質素 我就去定標準 然後再看一下 標準底下的變化 那就以為找到一個 生活質素出來 在剛才王拔講的 這個統計處的 統計結果出來 就看到 統計處的眼中 一個人的生活質素 就容許居住單位的大小 有幾個房間一廳 差不多是唯一的標準 嗯 那大一點就是HAPPY一點 是的 就生活改善 小一點就是生活 沒有改善 譬如說 如果我原本在西環 或者大角咀 一間一千尺的屋 搬上去 舊山靈道 曉峰角 八百尺的單位 小了一定是差了 一定是差了 我原本是用三房兩廳的 現在你搬上去半山 只剩下 兩房一廳 嘩還差得緊要 是的 那我想如果用這個標準 除非政府把丁屋 改變 七八尺 大幅增加到千四尺 這樣一層 才有可能大幅增加高能質素 我們就探討究竟 住屋的生活質素 不要說生活的其他部分 我記得 才爺曾鎮華 其中除了做財政月線之外 都很忙的 其中一項工作 就是當年重建這個香港品牌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是非龍 非龍 他的傑作 他是負責收攬攤子 非龍出生幾年之後 他就被人罵 說他沒什麼意思 沒什麼港人認同 那叫他不知道他幾百萬 就重整這個品牌 他好像拉牆 加條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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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尾有個獅子山的 勾納的形象出來 那就講獅子山的精神 那在他重建品牌的時候 曾鎮華就特別 重提香港人的價值 那不僅是學者所說的 政府自己也曾經解釋過 但是我好記得曾鎮華當時有一個好特點 就是他認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當中 有一個就是 追求生活質素 嗯 就是一個很獨特的香港人的價值 是嗎?很獨特的 是人都是追求生活質素 難道我想我生活質素差一點嗎 其實每個人的生活質素 即是心目中好的生活質素 是不同的標準 是 沒錯 但是斷古不會說 我無端端會去要求我生活會變差了 不是 我怎麼這麼說呢 我因為今天 這兩天見到的 有個安毛人士 有出來爭取 那有一個男人 講得自己很慘 他就說 我和我太太 兩個人 就等著上這個公屋的了 那就因為 太太是做保安員 有七千元 那62歲的男士就說 我計算一下 我如果出來工作的話呢 那兩夫妻加起來一定超標 一定高於公屋入息上限的 是 那他就說 就是上不到我 他說上不到一個安樂鍋 是 輪候不到 那我唯有不做事 他就說 被迫住在一個六十尺的劏房 兩夫妻 那 就慘在什麼呢 他說 那個劏房呢 就廚刺相連的 就很多蟑螂骯髒的 哇 真的 喂 衛生環境很差的 那又說到自己很慘 因為窮的嘛 一個人找兩個人的養生 那他算不算 叫選擇自己不做事呢 這個 選擇性質實業 那些 他還說 又很慘 又不夠錢花 唯有啊 有時 早餐和下午吃 一餐那樣吃 那就是 搞到自己很慘 吃的好口 又要跟那個蟑螂骯 那當時我都想 你又不用上班 為什麼你不可以把房子 搞得清潔一點的呢 這個 這個 你自己又沒有什麼要求呢 是不是你又喜歡跟蟑螂為伍呢 這個 他環境 他生活質素應該是非常差的 但是 他就是 因為他想著 等他的安樂 就是一間公屋 所以 他就寧願他這兩年 這樣的生活質素 不過 但是又奇怪了 他又要出來儲 是不是呢 你出來儲什麼 那不是的 這樣儲 有機會快點上樓 那當然 或者要拿一些津貼 是啊 那普遍的 就是 追求生活質素 都香港人一個 就是 追求的 正常一個人 除了多別 環境改例子 他的生活質素 定義為上到公屋 那 究竟是否過去十年 好像統計師那樣說 香港人的住屋生活質素 真的沒有改變到呢 嗯 那 剛才我們說 統計師是一些技工 去調整這個數據 只是統計 因為 計面積是有型的 容易計算的 問一問 訪問你 假訪的時候 問你幾大單位 幾多人住 但其實 在過去十幾年 我們看到 其實香港的住宅的模式 差不多我們叫做一個 飯食轉移動制 就是 以往呢 可能就是 唐樓的年代 或者我們沒有 大型屋苑的年代 沒有美孚新村 沒有太古城之前的年代 那些樓 就是樓的洞 就是住幾大就幾大 但是到 近這幾十年 一直發展 特別是近這十幾年 十幾年 十幾二十年 大部分的大型屋苑 都是會 有一個 會所 會有商場 會有一套系統 有些人形容 這叫做蛋糕屋 即是八十年代 就開始有商場 譬如你說 好像太古城 那些 去到二千年 千禧年之後 就有這個 會所 你就說 之後就蛋糕屋 是嗎 即是有些人批評 又說蛋糕屋不好 但是 這個蛋糕屋 下面 那塊蛋糕 就是 不止是停止一場 會所 有 商場 提供一些很重要 譬如說保安 是 差不多 譬如我 一些 新市鎮 張冠奧為例 在這些蛋糕屋裏面的屋苑 發生的罪案 近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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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說爆洩 你說入屋行李 近乎零 零的罪案 因為這個範圍 保安實際 實在太 比較好 是的 所有的路 集在 圍住 重兵 很難 烏鷹都飛不去 如果你的生活質素 如果你說 你究竟住在一些 戰火地區 和 住在一些 排名的都會 第一樣的分別就是 你的人身安全 最愛的資生 這是一個生活質素 最低的要求 是的 其實 過去十幾年 那個屋苑的規劃和設計 透過一些 發展商的智慧 才能夠達到這個 這個效果 但是我看不到 在統計署的報告裏面 有羅列這些 質性一些的 一些 這樣的分析 用量來計 就不用質素 他的質素 就是偏向量 但是真的那種 譬如罪案都少了 這些 他又沒有去統計 那如果你說 說回這個 就是 香港人的模式 其實也有改變 如果以前沒有會所 那如果要開派對的話 要不就在外邊 做卡拉OK房 是不是 但是現在又不是的 現在就很粗 在會所裡 屋苑的會所 有沒有去過那些 小孩子的 生日會 有個BBQ 還在泡沙 就是泳池邊的一個燒烤 但是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在這個 會所裡發生的 以前就在屋裡 其實這些 算不算是大了 因為你的空間 是出去了 會所是發揮了很多 各種不提升 生活質素的功能 正如剛才黃拔說 你說小孩子 開生日會 可以在泳池邊 BBQ幾好 以前阿媽 不用去卡拉OK房 或者一間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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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阿媽 通常不想開生日會 就是怕要收拾屋 但是現在 有會所的人來收拾 這樣就不同 這些是一些質的改變 或者我們休息回來 我們再聊聊 中華對話 中華對話 爵士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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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星期都會為你帶來 世界各地的優質爵士音樂 還會意圖教你學外語 有法文 有波蘭文 有婆文 Less darte hoot Tanto UFUSH 爵士鬍 逢星期日晚上十點至五夜 申請數碼財經台 有我 胡蘇 Clarance 和朱子昭 還隨時就有東西送的 平反電腦 智能手機 社交網絡 好 數碼相機 手機軟械 數碼廣播 劃 這麼多心 那麼多心 這麼多吃 無事 來小吃 最新的方法電子資訊 網上潮流 没问题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八点 新城财经台 星期日下周两点至三点 新城数码财经台 听着李时宏 陆志勤主持的 数码财经台 走的咯 中国经济 全球注视 新城数码财经台 每天为你捕捉大中华市场 一举一斗 总结深入股市每天行情 分析焦点股份板块走势 速递最新财经市场资讯 看好中国经济整体发展 专业分析内地投资环境 眼睛大中华 逢港股交易日下午四十三十分到六十 于新城数码财经台 中华最话六 主持 黄不拉情 刚才在咪后 何文杰讲起这些会所 就是讲起私人屋苑的会所 讲到口水 好似 微非识务 微非识务 好多事要讲 不过我刚刚想起 有很多环保组织 就在这里说 哇这些会所又发水 又是什么 发展商地产霸权的产物来的 你又怎么看呢 我们不是人家 好像梁特首那样 可以潜见我爸爸 没有地方可以潜见 其實一些公眾的,由屋苑發展模式的公眾地方,包括會所、園林景觀 其實那些都是一種提升了你的生活質素 剛才我們今天話題開頭說,就是統計處那個統計 就說十年來,港人就沒有住大道的單位 因此而有結論,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就沒有改變 完全分辨了,過去十幾年透過智慧累積 我們其實外國都要反抄香港的歐陽發展 在東南,你開始看到在曼谷,在吉隆坡 其實很多的發展商,未必是香港有份 其實這個模式都是香港這種所謂的蛋糕屋 但是剛才我們提到,蛋糕屋有個治安的保護處 很多我認識的家長,可能有幾個小朋友 他們原本留住村屋的,一生小朋友就搬去那些大歐陽 特別有幾個女兒那些 第一個原因就是 防止陌生人 對呀,他們覺得放心 即是家庸可能帶小朋友到會所 全部拍卡,有些姐姐認住 有沒有人可以追查 去接觸到小朋友 這些其實已經發揮了一個很大的功能 可能以前,在鄉村就要 人口很少,大家就去過村公所都醉 用雪口下面,大家互相認識 那大都會呢,屋苑又反而保護了一個很好的保安功能 第二樣,剛才黃斌一提了 即是會所 昨天我們介紹了浮城那部戲 浮城那部戲裏面看到 郭富城最後象徵著晉新這個 晉新社會 就是他的洋人老闆推薦他進入這個馬會 做戲 我也知道是黃斌馬會會員來的 就是這樣說 你有去過馬會的會所用他的設施嗎 即是我想呢,現在建的那些新樓 會所真的比馬會的設施更豪華 即是,特別是因為我會關心小朋友玩的地方 那,是呀,很多私人屋苑那些 被小朋友玩的設施比馬會的設施更漂亮 即是幾十年前就是要有洋人推薦你 才可以去到那些馬會會所 過你的周末 現在可以下樓下就應該有了 其實普羅市民 一個中產家庭 我就可以下樓下 享受給馬會會員享受到的 比美的東西 就會更好 更好 不是真的 即是,當然馬會就不是說 只是去容許會所 即是你可以養馬 即是可以譬如說 小小的倒下馬 那都是 消限活動 消限活動 即是可以打牆給你去這樣做 但是,如果純粹 你說真是給小朋友玩 去照顧小朋友 那個的設施 就真是好馬會 匯所已經達到了 即是,我沒有考究過一些匯所設計的始作 第一個人是怎樣構思出來 但是你從它的發展來看到 其實都是很仿效一些匯所 一些可能叫country club 那些設施 將它抄到住屋裏面 那裏面可能在說這些匯所 不單是泳池 桑拿房 保齡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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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都有 其實那個發揮了 你剛才說的小朋友的照顧 發揮了你倫理的社交活動 那些媽媽 有些班組會舉辦 你經常說 香港人情濫漠 關門都不知道該怎麼吃 那些匯所 反而發揮到作用 從小到晚搞會到班 即是煮東西吃 包種 水仙花 怎樣開開水仙花頭 怎樣切到水仙頭 是呀 其實 令到歐院裏面 互相之間有個輪舍的認識 小朋友有生日會 甚至老人家也有生日會 不用外判給政黨去搞 那這些其實就發揮了社會自盟 其實政黨很想滲入那些人 就滲入不了 那 何文傑就在一卵嘴 就在賺這些會所 那 當然 賣樓給你那時候 就算賣那個價錢 對 本利費也會貴 對 但是這樣說 質素 的確提升了 其實都回應何文傑 即是說那些私人會所 譬如馬會 其實當時我也聽說 是建這些屋苑的時候 是真的有這樣想過的 參考過 對 因為真的進入那些私人會所 第一就是錢都要有回不上 第二就是要很多人際網絡 而有時候真的未必有這些人際網絡 你就很難入這些私人會所 所以就 加上交通問題 加上交通問題 對 就是我的業主 對不對 那是怎樣去衍生出來的 當然 其實97年前的樓 都有 一類型 即是一些的會所 但是那時候的會所 不是那麼漂亮的 其實真的是 那幾年樓市很差的時候 那 我想起一件事 是的 地產商就真的是 喂 我的樓沒有人賣 那 想這些其實是真值的東西 我想起一件事 那時候第一次置業的時候 就是問問人 買哪一區好 買什麼樓好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人 就跟我說 千萬不要買單獨樓 有會所好 賣出去也比較容易 就是 不少人這樣跟我說 我說是嗎 我才知道原來那個分別 就是真的會有分別的 你又多這些好朋友 那時候又沒有朋友這樣跟我說 就是 只是想著買內檔大 對 都可以 來檔大都可以 那現在 九屎鴨鴨都升了 千值綁到市 但是 就是 都是的 譬如你買樓租出去 那些 都是有會所 就是很多租客 都一樣問 你猜你有沒有會所 是不是 就是 都見到其實有很多人 是真值的 幫你的單位 對 想要是會所的 不過問題就是 現在的人又說去發水 那是不是想發展商 免費 建一個會所給你 還有環保露台 這個題外話 我亦都覺得有識怪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喜歡 有些露台的 但是 你的環保組織又不斷地罵 其實都主要是某個 就是針對地產商那個 那是喊環保露台 是啊 又是發水發回來 諸如此類 那我又覺得 其實有個露台 我真的 我是用家 我真心是真的喜歡這個露台 環保露台其實是環保組織 爭取要的 爭取要的 但是亦都是有些環保組織 在那裏罵 其實環保露台 就是那時因為採光的問題 即是怎樣叫環保露台 你其實看著那個露台 怎樣環保化 是不是 是可以再做 不是 其實就是因為採光比較好些 所以都是環保組織 那時是要求的 就是免了一個發展商的設備 這樣說 那時也是有少少舊市的 因為就 即是那時01 02那些時間 那些 即是地產市道不好 讓你起多個露台 等你的樓價買好些 亦都是 真是 當時是 有些人是這樣說 解釋這個政策 不過anyway 都是說是不保組織 去要求 誰知道到現在 又到他們出來 反回來 沒有露台 沒有的 因為現在你發覺 之後幾年的樓 可能就沒有什麼露台 我懂的 沒有的 因為我經常說 有露台的人 即是早幾年買下的 那些 那作為他 都好的 之後建樓沒有露台 那又我 就期貨可居 有個特色 對 那 即是 講了很多 關於這個 會所 那 那 或者我們回到剛才的 那個 report 即是 統計署 人口普查 那其實他 那些字眼 我最初的時候 就說他 是很 有 語言的 藝術的 那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平均家庭 就沒有變的 真的是3.3個房 過去十年都沒有怎麼變的了 那但是呢 如果你繼續看那篇文呢 就是發覺 在2001年呢 其實呢 那個人數 家庭的人數 是由3.3個人呢 就降到去2.9個人的 即是說 雖然每個家庭 仍然都是住在一廳兩房 但是呢 每個家庭的人數 就降低了的 那其實就是說 每個人呢 所佔的空間 空間 多了 那所以有時候呢 看這些報告呢 如果你只是呢 看那個標題就死了 啊 港人居住質素 十年沒有改善 那但是原來發覺 家庭的佔用的空間 沒有變 但是家庭小了 所以呢 每個人居住的空間 其實是大了的 那好了 我們呢 先講到這裡 我們休息回來 繼續探討香港人的居住質素問題 啊 中華對話 中華對話 敬 lifts 我腦敬 灘 It's nice to dream be the world Or dance on the floor and around People always told m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Don't go around breaking your girl's heart And mother always told me Be careful who you lov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Cause a lie becomes the truth Billie Jean is not my lover She's just a girl who claims that I am the one But the kid is not my son She says I am the one But the kid is not my son Cause we dance on the floor in the room She told my baby we'd dance to free But she looked at me That shoulder fall on my baby cries But his eyes were like mine But we dance on the floor and around She said I am the one But we dance on the floor and around People always told me Be careful what you do Don't go around breaking your girl's heart She came and stole it by me The smell of sweet perfume This half much too soon She called me to a room Billie Jean is not my lover She's just a girl who claims that I am the one But the kid is not my son Billie Jean is not my lover She's just a girl who claims that I am the one But the kid is not my son She says I am the one But the kid is not my son But the kid is not my son Billie Jean is not my 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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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ator 到手,當然是去荃灣啦! 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清涼間中有雨,明日稍後雨勢減弱,初時吹和換至清靜,冬至冬北風,氣溫徘徊在十七度左右,明日北風, 風增強,市區氣溫顯著下降至最低約十三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指望星期四早上市區氣溫會在十三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隨後數日早上仍然清涼,現時氣溫十七度,相對十度百分之九十七。 全城燈飾三十載,金曲道數迎一三,大隨直晚上九點,荃灣沙咀道遊樂場舉行,還有二十八日就到了,記得來呀! 本年,兒子因為交通意外離開了我們,現在我們還很掛念他,因為兒子說過支持器官捐贈,我們成全了他的遺傳,兒子的愛心幫助到有需要的病人,我們成家人都很認為。 支持器官捐贈,立即上這個網址,www.otherndonation.gov.hk登記。 家人的支持,都很重要的。 王仲維之,興奮自貿真質,達出自負之路。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點至九點半,營商自負,馬桂雄獨專家幫中小企解決營商困難。 星期一 博覽群英 提供展覽資訊 助理開創相機 拓展環球業務 星期二 創意營生三十六計 解構經典 激發創意思維 星期三 商會遊四 業界商會代表 講解各行業新資 行外行外互通信息 星期四 營銷新視點 掌握市場默博 跳上營銷最前線 星期五 會計有計 專業會計師解救個案 探討中小企財務策略 新興數碼財經台 爆發最強營商力量 資在理財 李兆邦 各位 我是中大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會計 財務高級導師李兆波 今天想講講銀行計算利率的問題 在香港學制下 我們很多時以為銀行都是利用福利率的 而福利率就比這個單利率為高的 其實事實上未必的 我們看到銀行有很多借貸產品 有些是用福利率計 甚至日式計 有些是用單利率來計 譬如我們想見的平息 無論是單利率一福利率 就千萬不要以為 當中是一個一定的另一個大的 我們一定要計算 在它的計算方法裏面 總共我們付出的利息開支是多少 例如我們借1萬元 如果用A計劃 我們要付出的利息是1000元 但用B計劃付出的利息是1200元 無論是單息或複息 我們都很容易作出這個比較 所以下次看一些提款的產品 當時千萬不要只看這個利率 你們知不知中國每日究竟用多少桶石油呢 答案就是780萬桶 其中一半還要是進口 這些石油主要是來自中東和非洲國家 非洲的油有一部分是中國企業自己生產的 而中東的石油主要是買回來的 中國本身的油產大部份是來自陸上和海上各個油田 海上的油田分佈在南海和渤海 陸地上的油田分佈在大興油田 大港油田 和新疆青海等油田 陸地上的油田 和新疆青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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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新� 以後何敏傑都是以猶未盡的 一直在說關於會所 有什麼還想褒羊這個會所呢 有人經常罵這些會所說發水 但你不斷打對台 剛才我們就說了會所 又保護到你家人的安全 又提升你的社會階層 以前的洋人才去到的會所 我們就在家樓下有 更加一樣就是會所可以令你的命長一點 為什麼呢 英國有一個調查就講過 全球性的調查 突出的結論就認為 學歷越高的人的壽命越長 聽下去為什麼學歷高和壽命長有什麼關係呢 他透過訪談去了解到 學歷越多的人就越懂得知道知識 特別是健康的知識 譬如要做運動啦 譬如你的飲食要注意 所以因此呢 普遍來說呢 你學歷越高 那你就延長你的壽命就越來啦 這樣 那結論就是說 我們要做運動 並且是要有效益地做運動 知識分子就會懂得去 原來做運動的時候 心跳要去到多少 每一次要做多久 每一次要做多久 十五分鐘就沒什麼效 那這些都是知識的掌握 但是放下你的生活裡面呢 你就是要找地方去做運動的嘛 那會所其實過去這些日子 就扮演了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他給這麼繁忙的白嶺 下班之後還可以去做運動 即是如果你說做運動 其實白嶺是更加沒有閒下去做的嘛 相比好得閒 或者 或者 即是 即是不用上班的人 那他更加沒有時間去做 那更加要intensive做得 更加要有效益 那 我們見到香港的活所有些什麼呢 最基本的 可能有泳池 有這個 健身室 有健康機 或者球類活動 那未有這些活所以前 我們要等什麼 才有這些 可以做到這些活動 你要求些什麼 要求些什麼 要求一些區議員去爭取 康民署去起床 康民署要排隊 但現在那些球場好像被人預約了 即是被排隊黨 然後又要跟排隊黨去爭 黃牛黨去爭 那還要有些時間很不彈性 那還要有些新市鎮 永遠就是你發展了十幾二十年的球場才起出來 但是 等到人都老了 等到你去過了 才有個球場出來 你通常已經是二十四寸的時候 你才去做 很灰 但是 現在我們新市鎮裡面發展的大人樂園 全部一落城的時候 樓下就是那些康體設施 這些康體設施不只是玩的 不只是限下 是保你的命的 幫政府節省得到這條開支 你很偉大 你現在騰星到很高的層面 每一層樓我從來都沒有下油水的 不能排除這些 那這些是他的事 自己長自己不用 但如果你要去關照自己的生命 用健康的時候 你下樓下就可以做到這些 這麼有效益的健康設施 其實除了香港你真的找不到地方 有這麼多的大人樂園 在外國也是的 老實實 冰天雪地 我們住休市那些 跑出去 跑街 跑街 隨時鮮親 冬天不可以跑了 冬天有時候 不要說你自己不滑下 有時候車子 你見到它滑下也很害怕 那你在外國 冬天有沒有做運動 我那邊就好一點 因為我那邊不算下很多雪 不過就 去到冬天你唯有做實內的運動 那邊就這麼說 勝在地方大 就算踢球 他也有實內的運動場 真的很多 但是 這些是何韻傑 這些是中產心態 一天就在那裡說話 有什麼會所 雖然說不是現在有什麼 什麼會 香港會 但是 要買間有會所的房子 或者租間有會所的房子 都是非常之困難的 那麼 也都 剛才那個報告 人口普查 都說過 這個租金 都升了大概兩成 在這十年裡 那麼 所以 也都有報道 就說 中產當然受影響 其實呢 低下階層都受影響的 那麼 就有68.5%的受訪的中緩家庭 是面對租金津貼不足 不足以交租的情況 那這些 這個報道就是講一些 是未上到樓的 一些中緩戶 那 因為 就是租金急升 那 好了 那既然呢 是 譬如說 這些低收入的 中緩戶 是沒有辦法 是 應付到 就是租金上升的 那 究竟可以怎樣幫他們呢 通常是市面的 你聽到就是這個 是的 何文傑 你有沒有遇過 一些這樣的求助個案呢 其實 又拿中緩到你上樓呢 嗯 其實已經是被其他 正常排隊上公屋的人 是打了尖的了 已經是快一點的 快很多 因為政府不是承諾三年 是 短於三年 一定短於三年 如果你是領取中緩的家庭 再加上如果你家庭裏面 是有一些 就是 特別的情況 嗯 狀況 又有社會福利署 叫社會福利署署長的 推薦 嗯 那就更快 可能你幾個月 甚至半年 你就已經可以拿到公屋 是打了那二十多萬人簽的 其實 其實 譬如我拿中緩 但我就未上到樓 那 是不是就自然有這個 租金準貼 是 或者你是拿中緩 而不是 你不想上樓 我不想上樓 我是很短時間拿中緩 我只是想繼續叫你 在灣仔住 那麼 社會福利署都會按這個標準 除了發放你的生活津貼 之外就是一個租金的津貼 那 這個 講開 其實在這個 政府 那個 人口普查 以外 這些 其實還有其他的團體 就是去進行這些報告 就是一個 關注 中緩政策聯會 就是提出 就是 剛剛我說的 68.5% 的受訪中緩家庭 面對租金津貼不足 就是 這個調查 就是這個聯會 所 進行的 聯會 就鑑於 有這樣的情況 就說 促請社署 縮短租金津貼的檢討時間 其實 韓文傑 你知道這些 租金津貼的檢討 通常要多久才可以完成的嗎 其實社署 每年都會調整 他的中緩金量發佈 就是提供一些 按這個通脹 會有時按通脹 有時按 有時派商量 對 那 租金津貼都是會同樣 同一時間去做 就是整個中緩金的 標準的 修訂的時候 每年都做一次的了 但是 當然 聯會 叫政府 快點 檢討時間 密一點進行 還有 叫 當局 加快興建公屋 縮短這個輪候上 那個時間 我們經常都聽說 就說 哇 輪候公屋的人很多 那個數字 19萬 是的 大概20萬左右 即是說 19萬多 是的 但是 在2012年7月12日 我又見到另外一個報道 就是 關於 偏遠地區 公屋空置率 畢竟 因為 欠缺交通配道設施 哇 原來一看 你才知道 香港 原來有10500間 估計 這個是官方的數字 它估計 有10500個空置單位 是 就是因為很多 申請公屋上樓的人 嫌這些 屋 就軟 交通 不方便 申請人 寧願 撫厚 這麼說 如果有19萬人 排隊 但有一萬個空置單位 即是說 我當每個單位 可以住三個人 其實已經 立即 整條隊 可以減了三萬人 如果不是很想 防署 防署 本身自己的官僚 內部的程序 很擁長 即是單位 譬如他簽出了 他就要先還原單位 譬如單位 他自己有內部裝修 隔了幾間房 對 他一定要拆清 還原 然後又要再搞一段 然後才交回身體 其實都不環保空間 第一 就不環保 第二 其實對基層家庭來說 那些基本的裝修 用得著 真的浪費 你一個私人的單位 由於租客 轉手 另一個租客 業主不會打爛了 但房主就不會 是因為他僵化 他說 我不是免責鑊 我不知道那棵牆 是否安全 這樣 那就打到通了 剩下爛屋的家人 就說 一個新業主 你自己再製造 爛屋 就是爛屋 拆掉所有的東西 就是剩下 剩下那棵牆 最簡單 你可能有冷氣 可能有冷氣裝 他都要拆掉它 嗯 夠月 夠住客 我搬去私房 我不要了 那我不行 不行 那這些虛號 第一 來情話說 就不環保 第二 令到公屋單位 你被保持住 在官僚程序 最少要超過半年 你要等環園 要等 那間公屋街坊就會知道 你旁邊的房子搬了很久了 為什麼 沒有人 被人住 這些程序 如果能夠減短 減化 甚至令到 資源不會虛耗 已經可以令到 更多單位 騰出來了 何文傑就說了這個方法 總之 聽我們節目 就 不是聽死一面 一天 政黨就說 有十幾二十萬人 在等位 但同一時間 原來有 一萬個單位 是空置的 那些人 嚴怨 就不肯搬進去 坐著空置庫 對 這個一會兒就再說了 中華對話樂 一枝紅酒 一角女人 法國波爾多 Chateau Lafitte 意大利托斯卡納 薩斯卡亞 西方牙杜羅河谷 Vega Sicilia 美國加州 Screaming Eagle 無事加多個男人 嘩 好像很不夾 好像那些 我太太好兇的 老公好臨腺的 我給我那個感覺 這個 這個是不是你 摺上這個 我摺上這個 我摺上了 OK 黃星期日 下午一點 梁淑儀 朱子超主持 純理酒精 當日晚上九點 節目重溫 從生活層面 探索基督教信仰核心價值 每個星期請來不同的嘉賓 分享他們的生活故事 配合中外基督教流行歌曲 為你的生命注入正能量 逢星期日早上九點至十一點 哎呀 錯過了 阿Sir 不用怕 現在風遲六十分 除了逢星期六早上十一點 在新城資訊台播放之外 還可以在星期日早上八點鐘 在新城數碼財經台可以聽回的了 除了Steven Tyler 和Winglow之外 還有Hebe 先生 麻煩 不用客氣了 小事 先生 你沒有扣好安全帶 麻煩車牌身份證 以上故事純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搞笑 新城數碼財經台 財經節目 逢港股交易日上午九點半到下午四點半 每日七小時 聲話通報 每分每秒掌握大事 專家作陣解答你的投資言難 招上新城數碼財經台網頁 matchelradio.com.hk.mfd 或者用新城財經智能手機app文股 就可以接收專業分析和意見 追擊市場 投資解難 緊貼新城數碼財經台 財經接報 為你總結 大中華市場 一周概況 回顧AH股走勢 人民幣行情 內房動向 財經政策 預示下周試況 內地投資機遇 正在掌握 新城數碼財經台 往星期六晚上九點半至十一點 高雅文 淘沙 文炳森 張兵傑 張靖 周末 點金 大中華 中華 中華 對話錄 主持 黃筆 拉正 大中華 就叫做 張靖 某個 林鄭 就說要多建公屋 但是剛才我們說過 有成一萬個原來空置的公屋單位 保守估計應該都有三萬人 是可以上樓的 但是寧願因為嚴遠 就空置了 但是很奇怪 你再建新公屋 通常都是建一些偏地區 難道在政府山 現在經常說政府山 不知道要做什麼 拆了很多人都在公屋 有人建議把高岳府球場 有個環保組織 建議在粉嶺高球場建公屋 那又是偏遠地區 有司機就無所謂 載我過去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是普通低收入的人 你住到粉嶺 那又是偏遠地區 你要做市區工作 所以剛才何文傑 就說過 有公屋付戶 除了說有空置公屋 就有公屋付戶 顧名思義就是有錢人都住在公屋 是嗎 公屋就是一個底類政策 無論你的家庭的收入 或者你家庭成員的數目 都是按你上樓那一刻去解決 達標 所謂底類就是這個意思 總之一達到標 上去 所以其實很難踢走你的 請客中 因為我也看過 電視有個訪問 一個單身的男生 他說 他因為要排隊上公屋 所以老闆說 加工 他說你不要加給我 他寧願拿少許錢 因為他如一加 他剛剛過了屆 是 所以剛才提前說 可能個案就是寧願不上班 對 不上班 做份人工 工作 然後就是這樣 通常這些 是不是真的進去之後 他不會檢查我 有多少身家 其實他久不久都會檢查我一次 會會 十年 機制就是頭十年會不會去檢查 對 然後之後 每兩年他都要填補這個家庭入息 但是這個家庭入息呢 其實很多時候會分級制 譬如說你符合到某個標準 你就要交雙倍租 然後再高些 你就可能最終要交到市值租金 所謂市值租金 是否真的市值 當然 如果市值租金的意思就是 如果真的市值的話 現在我給到那個錢 我都可以住的 四個市值的 我喜歡住長毛契村的單位 我應該給這個幾千元 我可以住進去的 很明顯就是長毛拿著百萬多元 這個議員新章 都仍然住在契村 這個揭示了公屋符政策 那個荒謬性在哪裡 為什麼他可以一直揭住公屋的呢 即他當選了有沒有十年 他做議員做了 八年 對 所以他沒有十年 八年 即是十年 是不是他真的可以拖到十年 應該不是他住之前很久 住了 他做法 就是這樣的 即我們將收入 轉移成捐款 他就說 自己的收入 只是未去到一個 踢走他的水平 如果我的錢 即是捐 如果我的錢 我捐了給馬匯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捐給馬匯 那是不是之後 我 即是 就可以一直維持工作 譬如 當我賺十萬元 個月 那我拿九萬元去捐給馬匯 那我剩下一萬元 那是不是就是我一直可以 在這個 公屋號轉 很複雜啊 他的邏輯 是否就是這樣呢 我們看到 就是 防暑就說 他自己有驅趕那些 公屋父戶 每年有幾百戶 就收回單位 那實際 究竟有多少父戶 是潛藏了 對 在體制下隱形了 不知道 那這裏是一個問號 第二個就是 現有的 所謂父戶 其實是否能夠更加 提升那個 嚴格性 就是騰空一些單位 給真正的需要 亦都很重要 就是給個 信息 社會大眾 不是上了公屋呢 就永遠去住 是 這個才能夠提升 那個社會流動性 還有不要令很多 根本沒有需要 輪候公屋的人 為了拿個好處 而去排隊 我又看過那些報道呢 他說 近年 大概都是有兩萬多人 就是 住戶交那些 就是 雙倍租金 那類的 是的 那他就說 有些人就因此 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 就是因為 其實現在因為 停建了居屋 那些公屋 那些公屋父母 就沒有辦法 跳出去買居屋 所以就迫住住一間公屋 說到有些 挺委屈的 就是說 他都不是很想 跳不出去 但是 我又買不起居屋 那怎麼辦呢 那不是的 還有二手居屋 二手居屋 六表 都不用保地價 他又沒有說 他又沒有說 那為什麼居屋那些 又不會跳出居屋 那給我都不跳 那問題就是 那些人就說 你都不建居屋 我做公屋的 我就跳不出來 但是不要忘記 其實如果公屋 他仍然都有權 買二手的居屋 是不需要保地價的 那理論上 政府條數就是說 你現在住居屋 你某個時間 你就會跳出來居屋 其實 說到沒有就是 永遠住公屋的就是住公屋 住居屋的就是住居屋 是不是 我剛才說的那個環保組織那個主席 他自己就是住在公屋 他自己接受訪問時說的 他做教師的 他入式一定超額 他一路都住在公屋 又不肯放一間公屋出來 他經常罵些香港樓宇 不夠 又不夠公屋 又不夠居屋 但是他自己都不放一間公屋出來 你說了 所以就是很多時候就是這些 公屋庫 剛才我們說了 就是 有些是空置的屋 沒有人去住 嚴怨 但是再繼續建公屋 都是建這些 是 沒辦法 化解不到這個死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叫做 租而不住的情況 甚至政府自己承認 因為公屋的租金真的偏低 租而不住是為什麼 導致有些 可能經常要國內去工作 是 因為如果一旦他離開這條隊 是 交一間公屋出來 他太難重新搬進去 或者那些長者 可能半年他都回國內養老 是 半年回來交接租 交水電會 但是正常 你如果不是住多過幾天要收回 是的 這個是機制制度而已 但是如果搞了自動轉帳 每個月準時交租 其實房署就沒有去一個很嚴格的審查 但是 亦都出現一個誘因 就是 為什麼我們不想這個制度出來 令到一些願意 先放回金剛出來的人 如果他們可能一段時間離開香港 他們回來香港之後 可以快些拿回金剛屋 給我我都不想 因為那間屋 原本譬如人們信風水 就說風水 好了 你要我搬走 那我的傢伙買便 還要加上 我問你所說 一天搬上新樓的時候 我又要把一間吉屋由頭 裝修過 原本你要拆掉 要還原的時候 就是 你又要由頭來 那邊很浪費 所以現在導致一個 虛號 資源的虛號 屋就在這裏 建就建了 有人掛了個名在這裏 但是 就不能夠可以善用了 作為人去住 就是用來儲物 你說政府經常說環保 剛剛說的幾不環保 譬如你說養老的問題 不少長姐 跟廣東省 家鄉有很多聯繫 他老了 他可能身體也很多 沒有病 他想回國內去休養 但是很多就是因為 因為公屋政策 而他要留住兩邊的單位 在國內有個單位 在香港有個單位 雖然你說公屋租金便宜 如果你有個機制 令到他願意有個誘因 放出來 他省到一千幾百元 都是他在國內的生活費 但是似乎沒有任何 關心這個公屋資源 和長姐生活的團體 願意去看出這些可行的方法 始終就是有個問題 就是你叫他交回公屋出來 他很擔心就是 我將來要回 為什麼又要排隊 特別是位置好的那些 現在聽說有些是偷雞 把房子租出來 都不知道收成萬多元 那些什麼鳳德邨 那些位置好的那些 過萬 不要說萬多 那這些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說 空置的屋沒有人住 第二就是公屋庫戶 又趕不走 不過公屋庫戶 永遠都是一個政治的大忌 又沒有人敢動 因為位數實在太多 因為你知道 公屋都是很多政黨的票倉 所以沒有人敢 得罪這些位數眾多的 一個公屋庫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到這裡 差不多了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中華最話樂